上回咱们说到五云飞回北京,正好在登市口,看见佟林佟海川救自己的姐姐跟自己的外甥女。 佟林把恶奴都给打跑了,把洪涛家的四位教师爷都给打伤了,然后通名报姓。 这一通名报姓,是威震登市口,吓跑了阿个胡涛。 五云飞按说大致啊,佟林可真够朋友,再瞧佟林办事有始有终,把自己的姐姐跟外甥女一直送到姐姐家门口。 嗯,这人可教得惡啊。 五云飞更相信了,是自己的姐姐跟外甥女的,她这门似乎还能认识,当初姐姐出阁,就驾到这门了。 海川王思外看了看,没人海川走了,这女儿俩在院子里没进屋就哭声了。 五云飞站在门口轻轻叫门,开门。 啊,娘,把这姑娘吓傻了,以为洪涛手下人又来了,老太太吓得直哆嗦呀。 五云飞听见了? 外甥女儿在里边哭呢,吓得直叫娘。 信说呀,这女儿俩让人给吓怕了。 姐姐,姐姐,我是云飞呀,您开门,我是您兄弟回来了。 孩儿啊,你开门,我是你舅舅。 老太太一听,难道说真是兄弟回来了吗? 孩儿啊,你听,可能是你舅舅回来了,我不是跟你说过吗? 你有个偷舅舅。 他在北京出了人命,离开北京走了。 你姥姥跟你姥爷也跟你说过呀。 哎哟,真是我舅舅。 您俩多了多说,又往回走,走到门口,老太太隔着门问。 你真是兄弟吗? 姐姐,我是云飞回来了,我是兔子呀。 老太太颤颤巍巍的才把门开开,五云飞迈不进来,反手把门插好了。 姐姐,五云飞的眼泪下来了。 兄弟呀,快快,上屋里说话。 到了屋中,姑娘给点上灯了。 云飞一看家里还是这么穷啊,赶紧趴在地上给姐姐磕头,姐弟俩是抱头痛哭。 兄弟呀,我听爹娘说,你逛庙去,打死人了,又听说你越来越了,一晃可三十多年了,只当你皆死皆没,路死路没。 老爹老娘,临死的时候还念叨你,真没想到,你还能回来呀。 啊,北京有人命,你可得小心啊。 五云飞也流着眼泪把自己所有的经过讲给了姐姐。 得了姐姐,我因祸得福,遇难成祥。 在口外,我有了立足之地,也挣了点钱,想回北京,看看旧父旧母,没想到二老早就死了。 我惦记上姐姐这儿来呀,走到灯室口,看见黄孙要抢外甥女儿,真没想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,童侠可爷,把你们女儿俩的命救了。 姑娘才敢说话。 舅舅,您快坐下吧。 这姑娘给舅舅打了西连水数口水。 五云飞就问他。 姐姐,我姐夫呢? 姐姐,我命苦啊,生下你外甥女儿的,你外甥女儿刚五岁,他爹就死了。 就靠着姐姐我给人家缝缝补补兮兮涮涮,才把他吵吵的埋了。 你姐夫家又没有三亲六故的,就剩下这么点骨血了。 前几年爹娘也没了。 我就是凑凑活活的活了这么几年,把你外甥女儿给拉持大了。 姐姐,这回您别着急了,我给您带钱来了。 足够你们女儿俩后半辈子的,连外甥女儿出格的银子都够。 五云飞把包袱放在桌子上打开了,把黄金全都拿出来,往这一摆,桌子有好几百两啊。 这五云飞也缺点心眼儿,一点银子都没留,把这散碎银子都掏出来了。 闺女啊,到外边买点元宵买点肉,咱们过个团圆节吧。 哎,姑娘出去买的元宵买的菜买的肉。 表姐做饭? 五云飞跟表姐还有外甥女儿过了一个团圆节。 吃完了饭,女儿仨在一块儿说话,一直说到天光快亮了,稍微睡了一会儿觉,就起来了。 五云飞洗了脸,疏了口吃点东西。 咬打家中出来,他可夹着十二分小心哪,兵人没敢带。 来到佣亲王府一打听,要求见同林同海川,家人往里回禀,海川出来,才把他接进去。 海川眼睛好使,他一看五云飞帮私下学嘛。 就问五云飞,您是不是有案哪? 不过您放心,您有案,在我这儿可犯不了案。 五云飞把帽子摘下来,一五一十的,就把自己所有的事情讲给了同林同海川。 下课言啊,您救了我外甥女儿,也救了我姐姐这条命,我感恩非浅,大恩不言谢。 我呀,今天就什么都不说了。 同林心说这人是个明白人。 我把他外甥女儿救了,他姐姐就不至于着急,这条老命就保住了,难道说个客气话就完了吗? 人家说的大恩不言谢。 老英雄, 这点事儿不算什么,也是让我凑巧赶上了。 侠客爷呀,在您身上可能是个小事儿,可在我五云飞身上,那可就是大事儿了。 您不必权贵,颇合侠义之风。 哎,这会我信了,您小小的年纪能成这么大的名,就是因为您是个侠义。 我五云飞,说句谢字是过不去呀,不光过不去,我还有个不懂之情。 没关系,老英雄,您把话讲在当面。 好,既然让我说,我可就说了,我佩服您,想跟您拜成把兄弟,告叛您点朋友。 大哥,您看得起我同林,我是求之不得的,这哥俩一说,就在屋里还真的拜把兄弟了。 因为五云飞岁数大,同林把五云飞摁到椅子上坐稳了,跪倒在地,给哥哥磕头。 五云飞用手相掺,兄弟起来吧,五云飞眼泪下来了,人家同侠和爷是成了名的人物,北京庸亲王府的教师爷呀。 五云飞含着眼泪把兄弟掺起来,海川说哥哥, 这回咱们哥俩可就进了一层了,姐姐在北京,我问问您,她还有什么困难没有,全都在我同林身上,我在北京还算说得过去。 兄弟,你放心。 姐姐没事了,家重,我从口外来把所有挣的黄金跟银子全都给姐姐留下了,他们呢,好完败就不发愁。 不过兄弟,我从你这儿马上要走,到山东看我师父去,我师父还让我跟他上四川。 我把钱都给姐姐留下了,兄弟,你得给我拿五十两银子的路费。 嘿,同林心说我这哥哥可真够惨快的,赶紧拿出五十两银子,交给五云飞。 哥俩是撒泪而别,五云飞又走了,这哥俩再见面,就得到四川了。 海川把哥哥送走了,来见王爷。 给王爷行完礼了。 王爷就问,刚才有人来看你呀。 嘿! 同林心说谁嘴快都禀报王爷了。 是。 有一个人来看我,就把五云飞所有的经过跟王爷说了,还穿哪儿。 他上了山东奔四川。 嘿! 你怎么不给我指引指引,让我也认识认识。 王爷,他有旧案呢,我要把他带来,他要说出旧案来,您是管还是不管,我不能给王爷您添麻烦呢。 嗯,海川你想得不错,来,你瞧瞧。 王爷一伸手,望过一地。 海川呢,这是刚从宫门抄回来的抵抄,大馆就合计抄回来的,皇上可有个玉批啊。 因为王爷写好了折子了,参奏九卑勒爷跟他的儿子阿哥洪涛,皇上看完之后非常生气,有玉批了。 这玉批的大义呢,就是九卑勒爷教子无方,竟敢在元宵节与民同乐之时,棋子洪涛强抢良家妇女。 九卑勒爷法访三年,在府中私过三年,皇孙洪涛本应重责,念其年幼,在御书房管教。 所有助纣为孽的教师,一律发放云南充军不回。 所以呢,雍亲王印针递给海川的,是大馆家合计抄回来的玉批。 海川呢,你看看,海川接过来看完了,又交给了王爷。 王爷,万岁爷天资聪锐,洞察秋毫,不袒护自己的儿子跟孙子,可真是一位明君呢。 海川呢,这回你就知道了吧,啊,我知道了。 爷儿俩说着话就准备吃饭了,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,爷儿俩抬头一看,年庚瑶来了。 正赶上饭口了,三个人坐在一块儿,一边聊天,一边吃。 年庚瑶就跟雍亲王印针说, 王爷,您上次跟我说的三月三亮标会,到时会儿,您可得想着给我请帖。 我好高价呀,陪着王爷,您一块儿去看看。 老年内,你不说我还惦记请你呢? 请帖地放心。 我呀,让海川告诉双炉镖局,给你补发一份儿,到时候会儿啊,你去开开眼去。 光听我说口不成啊,你看看这帮老少英雄侠剑的把势。 你这辈子都学不了。 好啊,那王爷,您可得多费心。 等爷儿仨吃完饭了,您更要走了。 不过半个月,大石蓝双炉镖局的请帖就送到了王府。 这请帖可不少啊。 就王府这儿,王爷跟海川,大管家何吉,二管家何春,再往下,刘俊,司马良,夏九陵,杨小湘,杨小翠,红玉尔,孔春芳,铁罗汉,吴城,一共十二张请帖。 王爷一看,这请柬印得十分讲究,还真没有年羹摇的。 海川哪? 没有年羹摇的,你看怎么办? 没关系。 我让刘俊跑一趟,到大石那儿,让我哥哥赶紧给年大人补一份。 要补,可得补三份啊。 王爷我明白,还有年府的两位管家的。 海川马上出来叫刘俊,购问前门,再要三份请柬。 转眼之间就到了三月初二了,大家起来归着好了,年大人带着两位管家年福年路到了,到中午吃完了午饭,王爷望下传话,准备。 这爷儿几个要离开王府,购奔大事烂,徒弟们就给师父海川递露着子母击早鸳鸳鸯月的包袱。 海川腰里围着兵人,宝剑,秋风落叶扫。 王爷身穿便服,年羹摇也是穿着便服。 河鸡河春年福年路也穿的都是便服。 一人几个,有打王府动身,说说笑笑往南走,出前门奔大事烂的东口。 等进了大事烂了,走到标局的铁站了门了,嘿,标局里头呼啦啦这些人全都出来了。 走在最前面的。 上手昆仑镇东辖侯镇远,北辖秋田秋佩宇,西风辖渝城渝洞海,后边老兽英雄辖剑几十位呀。 王爷一瞧,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这回下江南两次杭州来,见着的这些英雄豪杰,还有八卦山的几位宾棚。 其实呢,侯廷已然命人下了请柬,请谁? 请头顶太极脚踩八卦,乾坤妙手王石虎王老侠。 可是王老侠到今天三月初二了还没来,明天就三月三了。 大家伙一想,既然王老侠没来,不来就不来了。 八卦山谁来了? 其实呢,给八卦山割五个全都写的请帖。 李坤啊,心里难受,把四地、五地、七地葬埋之后,自己在八卦山闭门思过,派人照顾玲珑岛。 这回请帖来了,李坤一看,我要不去不合适,去我真没得心臣。 所以呢,就派二地,胡亭胡元坝,八地,秀吞乾坤小五侯田坊田子步,让他们哥俩带着几个随从人员到北京参加三月三亮标会。 等这哥俩一到,西方侯田坤田坤田子步呢,也特别尊敬西方侯田老爷的余城。 这些人陆陆续续续,到三月初二全都到齐了,今天,用亲王引针,宁耕尧跟海川全都到了。 大家估计的今天,贵宾就应该来了,您看,这些日子山南的海北的,咱们江南所遇到的宾棚插不离可全到了,就等着王爷您了。 哎呦,老侠哥爷爷,这么热闹的事儿,我能不来吗? 同理也过来,跟诸位老哥哥见面,大家伙儿全都给王爷施礼。 王爷一回身,老年呐,过来,我给你介绍介绍。 王爷把年庚瑶介绍给西方侠余城,跟这些老少英雄侠义,大家彼此见礼,余城高兴啊。 连年大人都给惊动来了,这一次,咱们三月三亮标会,有王爷跟年大人,那真为咱们亮标会争光助威啊。 老侠侯镇员可是个有心之人,马上就告诉二弟侯姐,不知人,留点神,现在王爷跟年大人到了,今天晚上王爷跟年大人就在咱们这歇着了,千万千万别出错。 二爷侯姐马上拜徒弟,一圈就把这标局保护好了。 大家来到客厅,分宾主啰嗦。 潘龙黄灿也过来拜见王爷,拜见年大人,见过海川,大家伙儿这才落座喝茶。 王爷知道,年庚瑶是想知道亮标会的事。 所以王爷就问, 秋老侠, 余老侠, 您还得给我们说说的三月三亮标会到底是怎么当的事, 每年都办吗? 北侠秋天一报群。 王爷呀, 这个三月三亮标会是应该一年一半。 不过呀, 现在人都懒了, 再说, 各有各的事。 现在嘛, 也许三年一半, 也许五年一半, 这就说不定了, 没事是不办。 因为当初咱们有十三省总标头, 在江陵府设立松鹏会, 十三个省有十三个分会, 这十三省总标头是专保国家的良想, 专做国家的御马快。 这个好像已然跟您说过了, 自从神标将圣英圣子川这位老前辈死了之后, 他的弟子黄三太能力倒是好, 但是却顶不起这个摊来, 这样十三省总标头就无形之中解散了。 那么同行同业, 要是有事怎么办呢? 除去总标主, 也就剩下十二家标局了。 每一年, 一个标局之一年, 十二年轮流换一波。 为什么说年年得办着亮标会呢? 因为每年要办一次, 同行同业中有什么事情, 为保国家的预标到底花了多少钱, 倒是会儿好报仗。 而且各个标记的标识都可能收徒的, 这些小门弟子得给他们造上花名册。 到了亮标会上, 这些小门弟子要在标棚以内梅花圈上练领功夫, 让大家伙全都知道, 全都看看。 再说了, 有的失业的标识, 都在这松鹏会上报个名, 你这家标局不用, 我还用呢, 不能让大家伙失业, 所以每年都应该办, 这些年呢, 还是那句话, 大家都懒了, 也许三年一回, 也许五年一回。 其实呢, 今年呢, 也并不是我们要办, 这是同行同业的怂恿。 因为有人要夺这十三省总标头, 也怪咱们, 怪咱们失误。 咱们双龙标局呢, 按理说过去是两号, 金龙标局和飞龙标局, 这回两号成了一号。 改字号呢, 得通知同行同业, 咱们没通知, 人家可就抓住这个幽头了, 借这机会, 要夺取十三省总标头。 这样, 各个标局可都情人了, 谁都惦记夺这十三省总标局的总标头, 其实王爷您想想, 谁当谁麻烦, 想当初圣三爷圣子川, 一辈子都当着十三省的总标头啊, 那多麻烦。 北侠秋天留个心眼, 就没提这剑山鹏来倒, 王爷听他为什么不提剑山呢? 下回再说。